今天呢 说实在的 师父啊 很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能够跟大家 聚会 在这个地方走三十七年 我感觉到好像好久好久没做了 这个我们最后的是什么时候做的 四月四号 现在已经十二月了 一般呢我们一年至少四次 四次 但是每一次 有佛七还有三天的三十七年 就是至少一年 有十二次的三十七年 但是呢这一次啊 难得能够在这个地方做三十七年 真的非常难得 所以我非常的开心 而且我相信这些众生啊 也等很久了 也等很久了 所以呢 原本啊 听说啊 下个星期本来要做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为大家安全 所以啊 把这个十二月下个星期的 延获到一备在一月份 为了大家的安全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佛告诉我们 我们住在这个环境 很多事 有不了自己做主 你想要办 来了一个疫情 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太多事情 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所以我们想要 赶快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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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间 我们有一个目标 赶快到西方极的世界去 亲近阿弥陀佛 在西方极的世界 不再受苦 而且你能够每一件事情 你能够做主 随心所欲 都是心想事成的 其实啊 这些灾难啊 是给我们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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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子 让我们 能够提早觉悟 你看哦 这个疫情 什么时候结束 还不能说 再加上 人祸 这个人祸 是什么 这个人祸 将来可能会产生 叫做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那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发生以后呢 那这个等于这个地球就毁灭了 这个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预料的 你看那些科学家 这十年来做一个研讨 人 人 人类的未来 人类的未来 从今天开始 人类的未来 有两个很危机 第一个 身体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 意思是说 十个人里面 有八个人 几乎都得病了 什么原因呢 空气 现在啊 对这个地球的 破坏啊 越来越严重了 第二 我们所吃的 喝的 很多啊 会产生一个问题 可能将来这个地球 没办法长出这个五补扎量 这个就是人祸 那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 那可能 迟早 看人心的造化 一爆水子正爆装 所以尊敬的 作为同修大德 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这个天灾人祸 就是给我们提醒 你要快快觉悟 今天无论 遇到什么样的烦恼 遇到什么样的困扰 遇到什么样的障碍 遇到什么样的业障 不要去想它 能够看开的就看开 不要去执着 因为都是假的 没必要去执着 所以早上跟大家讲过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要快快觉悟 首先一定要先了解 人生的无常 无常就是苦 苦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有五量苦 这五量苦 归纳起来有八万四千苦 你想一想 我们众生的苦 不断的 就是这样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提醒大家 不是要来给大家一种 吓吓大家的那一种 但是让我们能够 多用功 多念佛 然后来回向 让这些世界的领导人 能够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地球 为这个人类 不要造一些糊涂的事 一造这个糊涂的事 那这个世界真的是毁灭了 你看那个瑞士 最近不是创造了一种 像棺材一样的机器 人一躺下去在里面 几秒钟就安乐死了 他为什么要创造这种机器呢 说明什么 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 所以在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要多用功 多修行 多念佛 只要能够修行 将来灾难来了 无论什么样大灾难小灾难 起码我们那个心 也能够接受 所有的医道的境界 你的心都是定的 心你能够定 你的业障就消了 业障消了 你的智慧就来了 智慧来了 随时随地 你都能够想走就走 想流就流 都没有人能够障碍你的 这个就是教我们要怎么样来修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最后啊 我想跟大家 今天早上有说回向的事情 这个回向呢 对我们念佛的人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最后要通通回向到 到哪里 到哪里呢 到净土啊 所有的功德 无论大小 通通都到回向到西方界的世界 所以回向是让我们一种自向 让我们用功精进的 那关键 那关键 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这个回向的能力 它的力量 有一些人 一回向 获得这种回向的功德 不可示意的 有一些人 一辈子念了佛 念了几十年 送了经 送了几十部 几千部 几万部 到最后 为什么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明显 什么原因呢 最后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 有没有人读过《地藏菩萨本愿经》的 请举手 读了怎么样 读了怎么样 好吓人啊 都是地狱 哎呀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呢 《地藏菩萨本愿经》有两个故事 公案里面哪一个啊 光木里跟 婆罗门尼 你看哦 我们先讲这个婆罗门尼 婆罗门尼的母亲 野地利 她造了什么业 堕在五间地狱呢 她造了什么业 你们累不累啊 要不要继续讲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来讲这个回向 又怎么样回向 你看她的母亲啊 躲在五间地狱的 你想一想 什么叫做五间地狱 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 活得很残酷的 苦不堪圆 而在这个地方 时间有多长 没办法去计算的 那人为什么会躲在五间地狱 佛告诉我们 因为她造了极重的罪业 而这个极重的罪业 太广太大了 所以佛把它归纳起来五大类 叫做 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破合合身 出佛生邪 然后最后 十恶 通通她都在造 那我们得想一想 从地藏经菩萨来看 人造了这种的业 都在五间地狱 她什么时候才能够得人生呢 什么时候啊 等到在五间地狱 她的业受尽了 她没有直接得人生 又到哪里呢 到二轨道 要多长时间 一百节 从二轨道出来 又经过哪里到畜生道 又要一百节 受命受尽了 从畜生道 然后得人生 得人生之后呢 生在什么样的环境啊 生在一个贫穷贫苦的 又一端 又就是短命 就带来一生的业 身体都是不健康的 然后在人道受命 受尽了 又堕在善恶道里面去 你想一想 五逆十恶的人 只有糊涂的人 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讲 我宁愿跟一个聪明的人吵架 我也不要宁愿跟一个糊涂的人吵架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宁愿跟一个很聪明的人 意见不同没关系 但是如果跟一个糊涂的人 你想一想 那个很危险的 那你想一想 像这样这么大的果报 波罗门尼 才几天 这短短的时间回向给他的母亲 从这个五间地狱直接升到哪里 到天界去 你知道为什么的原因吗 你想一想 从五间地狱要经过二轨道 出生到 这样一百节的时间 然后得人生 但是你看波罗门尼 一下子把他的母亲 从五间地狱 拉到哪里去 天界去 什么样的原因呢 有两个 希望大家要记得 你看经典不是刚好说我们吗 原成孝顺之旨 原成孝顺之旨 为母社共修福 不失绝华定志在王如来 而他是 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 波罗门尼的力量 第一个是在哪里呢 他的孝 孝敬 他的孝心 而且这个孝心建立不止在他的母亲 是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十方一切诸佛的众生 诸佛的国得的众生 因为他发过个对焰了 只要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我才能够 证得无上菩提 把这个愿 全部通通回向给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得到这种的 这个福报 马上离苦 离开这个无间地狱 那从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想 一切善在这个世间里面 所有一切善 是从哪里而生的呢 从哪里啊 从孝敬 没有比这个更圆满了 所以为什么今月三福 头一条就告诉我们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没有别的就是这个 所以把这个孝敬 拓大到什么的程度 见虚空便发现一切终生 把这个功德通通回向给他的母亲 回向给他的一切众生 所以在那个时候 除了他的母亲 其他的众生 得到利益的多少 不尽几数得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他们成佛的方法 可以不一样 不同不一样 愿可以不一样 但是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 尽孝一切众生 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以孝而生的 今天因为孝敬 十方诸佛如来 才出现在这个世间的 没有别的路 所以你说 你要行善 你要从哪里 从孝道开始 学佛要从哪里 从孝道开始 没有别的路 所以今天你看到阿弥陀佛 建立了西方极德世界 为了谁 为了我们 供养给一切众生 尽孝一切众生 将来我们到西方极德世界 也是一样 去孝敬一切众生 为什么 所以到西方极德世界 不是想佛的 是修行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 哎哟 不敢说 对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关键 我们供养 建道场 布施 我们容易做得到 孝敬 真诚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能力 用我们的金钱 用我们的体力 用我们的想法 用我们的这种的体质 来供养一切众生 像你们也是在修布施 这些义工 这些义工 音响 护法 这些都是修布施的嘛 第二个关键在哪里呢 佛罗门尼有修啊 他有德 就是因为这样的功德 让他的母亲这么快的 这么速度这么快的 短短的时间从这个五经地义 一下子到天堂去 所以今天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你想要回向给你的累积因心在主 你想要回向你的给你的父母 或者还活着 或者过往的父母 你的家亲眷属 你的太太 你的儿女 你的先生 通通的 你要用什么样来回向 你要修 只要经过修行 你有这样的本钱 你一回向给他们 他们就受到这样子 这么大的功德利益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从这一段经文你就明白了 佛法一定要经过来修行 今天你可以读经 你可以听经 你可以念佛 你可以念主 无论你在哪里 但是还是不够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得力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念佛 学佛 为什么不能得力吗 你没有真实 只是重在表面上 在看功夫 其实呢 真正的能够得利益的 是在你的内心 你那颗心 你那颗心 是什么心呢 哪颗心啊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还有什么呢 做好人 是不是 这个啊 就是简单来给大家分享 回向啊 这个力量啊 能够给我们一个 去用功 去精进 因为你没有用功 你没有精进 你没办法 来为众生做更多的事情 你能够正果 你能够修行 你能够开你的智慧 你就能够为众生做了更多的事情 你能够度化你的家心进属 你那个周围的人 你就能力了 有智慧的人很快的 所以释迦摩尼佛看到一个问题 在描述这个问题 要怎么样来度这个人 帮助这个人 他用什么 用他的智慧 一下子就开悟正果了 我们呢 讲给你听 善求方便 有没有正物 没有 有没有开悟 没有 有没有大悟 没有 有没有小悟 更没有 今天啊 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 身体健康 老实念佛 谢谢我们的音响 谢谢我们的业众人员 谢谢我们的郑总 修太 希望你们更加努力 为大众的服务 贡献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